另外政府基金委外代操再度爆出弊案 保来投信前协理取乃证 涉嫌在民国99年到100年之间 利用代操劳退基金炒作特定股票 不法索得1亿元 造成政府基金亏损了10亿 昨天晚上他遭到了特征组的约谈 以150万元交保并且限制出境 保来投信前协理取乃证 跟另外7人3号晚间遭到特征组约谈 讯后也将取乃证等8人 依证交法内线交易等罪 预定150万元交保而且限制出境 根据了解取乃证和另一家投信投资长 涉嫌从2010年起 利用代操劳保劳退基金的机会 先以人头买进特定股票 等基金进场抬高股价在出托套利 应该不是连续爆发 我在想这个应该是之前的案子 特征组发现两人连续三年 共赚进1亿元黑心暴利 却造成政府基金亏空10亿多 劳退基金监理会上午表示 如果确实有查到不法 将会全数追讨亏空金额 去年11月 在政府基金爆发安泰投信前副总系 清凉坑杀2亿元 今年3月又爆发第一金投信经理人 乔仁杰等3人涉嫌抽佣金 让政府基金产赔2000多万元 如今又传出两家投信涉案 郑奇局表示 银正炒股案爆发后 去年已全面精简13家 代操政府基金的投信业者 当时的确有发现一些经理人 买股有疑意 因此将资料提供给减掉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